我們接下來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說 最重要是要來判斷在屏幕上面的那一點 它是亮的還是暗的 那要判斷它是亮的還是暗的 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看它在這一點 它跟霞鳳這兩個光源的光層差 請同學一定要記住 不過這最後老師等一下就會再幫你全部做整理 然後你就先一邊抄 然後我最後還會再幫你來整理一下 但是 所以這個光層差的話 還記得嗎 來請問一下光層差有沒有同學記得 來請問一下這兩個的光層差 Delta L等於什麼東西 你盡量可以把它記起來就不要記起來 來就是第一再乘以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但這個要不要條件 要來要什麼條件 好 來這邊的話這個是L 來這個是D對不對 所以來這個要L遠大於大於什麼 D 那L遠大於大於D的時候 來就會得到這樣 然後當這個如果是Lambda的整數倍 那它就是建設性干涉 所以會變成亮文 如果它是2分之1Lambda的激數倍 那它就會是破壞性干涉 所以它就會是暗文 好 那所以我們上一次已經討論到這個地方 當Dsinθ等於這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去找出來 來它所對應的Sinθ的值 其實就是N再乘以D分之Lambda 或者是N-2分之1再乘以D分之Lambda 好那我們在185頁這邊 其實是要跟大家討論 所以來這個地方 來最下面的地方 來我們做一點討論 第一個討論的其實就是 我們一般的情況之下 那天已經寫給大家看了 來一般的情況之下 Sinθ的值都非常非常怎樣 同學記得嗎 L 那個我希望同學對這幾個值 要有一些概念 就是這個L 來對不起 還記得嗎 L的長度大概在什麼樣範圍 公尺或幾十公分 好然後D呢 毫米會比毫米更小 我可以這邊直接給你看一下那種雙小縫 就是單小縫 來這邊有雙小縫 因為有一些東西可能看也看不清楚 來 這就是 其實我們以前曾經教同學 親自自己來割 那個它的割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以前說一張紙上面 把它用墨水塗上去 那塗好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利用那個刀片 那兩片刀片把它靠得很緊密 所以 因為那刀片本來應該很薄 我現在稍微畫給大家看 如果說刀片它的厚度是這樣子 那兩個靠得很緊密 好這就是它刃的地方 所以來這樣畫過去 是不是就可以畫出來一個 兩個靠得很近的雙小縫了 來這就是雙小縫的做法 知道嗎 我講說我們一般的話自己可以這樣做 就是你拿兩個刀片 你美工刀也可以 然後就把它緊緊的靠在一起 然後這樣直接畫過去 那這是以前的做法 其實要看得到嗎 那個霞鳳 來傳一下 你看一下是不是雙 看得出來雙嗎 來看一下 看得出來是雙嗎 看得出來是雙嗎 好沒關係先往後傳 來那我們就來看這邊 來 那剛剛跟大家講 來一般的情況 像你現在在傳的霞鳳 有沒有同學看到它上面寫的那個 來對不起現在傳到的人告訴我一下 來你看到它霞鳳巨寫多少 0點什麼 25然後 mm 對不對 比我那個mm還要小 所以一般的第一台其實是比這還要小 好當這邊算出來 來我們現在請同學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這個 如果今天是這個 好今天我如果算算 SizeZ塔應該是第一分之亮的 3倍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算第一亮 來第一亮是在這個地方 好這個值 來這個值 我們上次是跟大家講說很小 那它有多小呢 來大概就是5乘以 我看一下來 來10的多少 來負9加3 負6來 是不是負 負幾 負6加 是負4是不是 好 負4 那所以這個5乘以10的負4就是 第一亮文 第一亮文產生位置的SizeZ塔值 好 所以我現在想問同學一下 來SizeZ塔如果等於5乘以10的負4 請問一下這個值大還是小 哈囉 請問這個值很大還是很小 很小 好還記得嗎 來SizeZ塔很小的時候 請問一下它就約等於什麼東西 SizeZ塔 所以現在就是告訴你來 這個就是SizeZ塔 那請問這個SizeZ塔 來 它當然是度還是弧度 哈囉 來SizeZ塔約等於SizeZ塔 所以我們就說 SizeZ塔就是5X的負4 是什麼 當然是弧度 知道嗎 我們這樣算出來是弧度 好 可是大家對度比較有感覺 對弧度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現在還要再算給你看 來請問一下這麼多弧度 來變成度應該怎麼辦 哈囉 來要把它變成度就怎麼辦 來很簡單嘛 來應該是除以π再乘以什麼 π就是幾度 180 哈囉是不是 好所以來我們現在來看看一下 所以我們把計算機先借一下 所以來是5X180 對不起寫錯了是不是 來5X180 再除以π 哈囉 有沒有看到是多少 前面同學幫我看一下 是多少 286 大概是286 它要再乘4 所以就是0.00286度 對不起 0.00286度 0.00286度 當然非常非常怎樣 小 所以我講的EMM這個可能還太 真的太大了 如果用你們剛剛這個0.25的話 再小一些些的話 那這個就會變大一點 因為這個低焦也再小的話 它就會再大 但是無論如何 來現在就告訴你 一般情況之下 C卡是很小的 那我們有時候 來這是第一個 那有時候會問 在前一兩年呢 曾經考慮說 我如果看不到 條文 乾涉條文 那它可能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種情況是這種樣子 大家想 就是我那時候要結束之前 本來要講的 如果我今天來整片屏幕都是中央亮文 那就是代表無窮園的地方來是什麼東西 哈囉 如果整片都是中央亮文的話 對不起 中央亮文的旁邊是什麼東西 3D暗文 對不對 那如果我找不到暗文 那就代表在無窮園來 那天結束的時候 有講 在無窮園的地方 就是暗時C卡是幾度 無窮園 我們的C卡是這樣子 大家講像C卡呀 這不是打起來 我們在無窮園 暗時C卡幾度 90 是不是 我不是說達哥寫在這邊 那我今天走到無窮園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這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我今天 第一暗文的位置 來第一暗文的位置 來Sine Theta 來就是等於 2分 對不起 2分之1再乘以第一分之Lambda 對不對 那或者是第一暗文的位置 來第一暗文的位置 應該在哪裡 哈囉 來告訴我 如果是第一暗文 應該乘以什麼 來就是第一分之Lambda 再乘以多少 1 那個同學 我要講的是說 你不用去特別管這個2分之1 或者是1 我們主要是看這個 因為反正如果我的第一暗文 來第一暗文 這個值 你看Sine Theta這樣算出來 來這個如果比1大 請問 對不起 他一定要比1小對不對 我們知道 這個Sine Theta的值 來是不是一定要比1小 所以 有第一暗文的話 就是暗示 來大家看一下 來這個要比1小 那就是暗示 D要大於2分之Lambda 那或者從這邊來看 這個值也要小於1 所以來D就是要大於多少 來你看一下 來這邊D分之Lambda 小於1的話 所以來D就大於什麼 Lambda 這兩個條件 其實對我們來講 沒有差很多 我們平常就是說 如果我看不到條文 看不到條文 你可以講說 那我可能就只有看到 裝量文 我看不到第一量文 那也可以講說 我就只看到裝量文 連就第一暗文幾乎就在邊邊 那我們課本 考慮的是 講的是這下面這種講法 就是看不到條文 條文的話就是要有中央量 第一量第二量 當然你可以看到很多條 是不是才有所謂的條文 那你今天如果連第一條文都看不到 對不起是不是就看不到所謂的條文 好 所以來課本這邊寫的 來第二個 好 要產生第二量代中線的條件是這樣 來這個就是有D這樣子 那這樣子 反過來講 如果D是小於Lambda 沒有D這樣子 沒有第一量文 對不起 他講的第二條量代中線 指的是第一量文 因為中間量文一定有 D 來就是這句話的反過來的講法 你要有D量文 必須D大於等於Lambda 反過來D如果比Lambda小 就沒有D量文 那D比Lambda小這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大家知道 我那天已經問過了 你要記起來了 可見光的波長大概在什麼範圍 400到700 是不是幾百奈米 那你的D比這個還要小 那這時候當然對我們來講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那這個其實你說以前的話可能覺得很難 但現在因為奈米科技的關係 我要把這種D做到這麼小是可能的 好 那還有一種情況 這種的話是量文寬度變成是說 它就是太 就是中央量文太大都是中央量文 欸等一下大家可以這件事情 要讓我看清楚一下 我說來現在過去因為這個D太小 那整片都是中央量文 這個整片雖然都叫做中央量文 可是會很亮還是很暗 D太小於浪大 所以來雖然整片都是中央量文 可是整片量文會怎樣 因為小鳳文怎樣 護具光很很弱 是不是 所以所以為了這邊 它雖然都是中央量文 可是還是很弱 好 另外一個 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萬D 今天這個D真的太大 我們本來講說D大於大於浪大 這是我們這邊 本來我們要再推走 這是一個條件 可是D如果真的大太多了 大了十萬倍一百萬倍 欸就想 三下就變成Size怎樣 太小 欸三下太小 就代表亮暗亮暗之間 就靠得非常好 這變得太密了 請問一下如果密密麻麻的話 你還有沒有辦法分辨 所以來下面這邊 齁 來這裡就是我們在討論 那個Size Theta的一些條件跟範圍 這邊先告訴你一般的情況之下 Size Theta應該是很小的 但今天如果是這種情況 就沒有第一亮文 好來第三寫在這邊 最後一行 如果D遠大於大於浪大 來D遠大於大於浪大 到下一頁了 來D遠大於大於浪大 這時候亮代暗文之間的角度非常小 來彼此之間就會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擠在一起 密密麻麻擠在一起 對我們來講就不亦見別 密密麻麻擠在一起 密密麻麻擠在一起 對我們來講就不亦見別 好這時候你就看不到所謂的乾色條文 所以我們雖然常常講說 我們有個條件需要D遠大於浪大 但是不能夠真的大太多 不過這個符號我怕同學就會搞困 來這個D遠大真的是大太多了 不過那天也有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D真的大於浪大太多的話 Size Theta真的很小 有一個可以折衷的方式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講過 Size Theta在這邊很小 可是只要這樣子 L是不是拉大一點 這是一種改進的方式 但是L太大的話也有缺點 因為L太大的話 光就會變得太弱 太弱 所以這邊是這邊的討論 再來 就是我們這邊最重要的 來第五個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跟大家講 我要來討論的地方 其實我要看這個點 到底是亮點還是暗點 那它的位置的敘述 第一種就是我們上次講 還有剛剛複習的就是用Size Theta 但是有些同學已經不太記得Size 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再把圖再畫一遍 你當然可以 來就是這個 我再講一次 這個如果是霞鳳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的屏幕在這邊 好 然後我現在要討論是這一點 叫做P點 來它是亮還是暗 那所以我們敘述P點的位置的做法 是把P點跟這個中央 霞鳳的中央連在一起 P點跟霞鳳的中央連在一起 然後跟中央線 對不起 來跟這個中 這條叫中央線的夾角 Size Theta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半天的Size Theta 是多少 Size Theta多少 來指的是這個Size Theta 那一般的情況 Size Theta都不會像畫這麼大 Size Theta都是比較小的 第二個 敘述P點的位置 最簡單的 直接看它在屏幕上面的這個距離 跟中央線距離 來這叫做Y 來這個符號通通都要弄清楚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好 若以屏幕到中央線第二段那邊的距離Y來描述 來Y來描述 好 這個圖很明顯的告訴你了 因為我們知道 想要碰到屏幕的距離叫做L 所以來這組立刻就告訴我 來Y就等於成的中間 來這三角韓數都等於什麼 L再等於什麼 對不對 所以來這裡L就等於 等於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一個 好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D是大於大於Lambda 所以Theta 在這個條件 就跟Theta很小意思一樣 好 所以同學告訴我 來LtingTheta就會約A等於什麼 LsinTheta 好 但是SinTheta是什麼呢 來 你可以翻一下 忘記的話 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同學記得嗎 來SinTheta等於什麼東西 來亮文的時候是 忘記翻一下 N再乘以什麼 D分之Lambda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的話 按文就是N-2分之1 D分之Lambda 所以對不起 因為我要直接寫上去 因為我要直接寫上去 SinTheta就用這個代 但是這邊是要再做成一個L 所以對不對我要直接寫進去 所以 我等於我等於 我等於一步就把式子寫出來給你看 N再乘以D分之Lambda N-2分之1 再乘以D分之Lambda 什麼時候有用進式 好 來這個時候有用進式 所以課本直接寫在這裡 這個式子跟我那邊一模一樣 但是我比較喜歡同學 我們不要這樣看 我們還是把那個會變的 就是N抽在前面 然後來注意一下 我要改囉 這裡有一個D分之Lambda 然後D分之Lambda 就是我剛剛這邊的D分之Lambda 對不對 那既然通通都有 我就把那個東西叫做DeltaY 所以來下面這邊就寫成N-2分之1 再乘以DeltaY 那當然啊 來DeltaY是什麼字句要知道 來DeltaY就是D分之Lambda 好 那N的值通通都要知道 來 等於N-DeltaY的時候 N是012888 0就是中量文 1就是第一量文 2就是第二量文 然後等於N-2分之1DeltaY 這稱起來就是2分之1DeltaY 2分之3DeltaY 2分之5DeltaY 那就是暗文位置 好那大家可能還搞不太清楚 好我畫一個圖給大家看 因為課本沒有在這裡畫圖 我是覺得不太 應該要畫一個圖給大家看 好咧他是像這樣子 對不起我現在把屏幕轉90度 我就直接畫在這樣子 來這是我們的屏幕 好那如果說這是中央線的位置 所以來這中央線的位置 我把這邊是0 我現在沒有畫小鳳 這只是畫屏幕而已 所以在在一個DeltaY的地方 來這叫第一量文 來這邊一個DeltaY 來再來兩個DeltaY 再來三個DeltaY 所以來這邊要乘以DeltaY 我後面還會再畫更仔細的圖 我現在是先讓你約略知道 那左右對稱 所以來這邊也會有一個DeltaY 再來兩個DeltaY 再來是三個DeltaY 好來我這個我剛剛講過 來這是屏幕 這是我們的光屏 所以這邊的量文的位置 中線對不對 好按文在哪裡 來按文的話在二分之一DeltaY 二分之三DeltaY 二分之五DeltaY 來這邊也是一樣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三 二分之五 所以你看到的量代是怎麼一回事 注意一下這指就是那個什麼點的位置 這就是中央附線 怎麼樣中央附線 那這就是第一結線第一附線對不對 那可是我在看的時候這個是亮的 紅色的地方這邊是亮的 那亮的旁邊不會立刻按下來 它也會稍微 是不是也是會亮 好只有到這邊會真的按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是一個量代的範圍 不會是看到量線一條線不是 我們就看到有個範圍 好我們看到是這樣子 來這個就叫中央亮代 所以0的地方是中央亮代的中線 好來那再來這是第一亮代 那1的地方就是第一亮代的中線 好所以來你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那老師剛剛的什麼1乘以2是什麼 來那個就是要都要乘以Delta Y 來請問一下來這個圖OK嗎 這是整個你要認知一下 一個Delta Y的地方來這就是第一亮線 來這就是第二亮線 好有沒有同學記得上個禮拜老師講的 來什麼叫做亮代的範圍 什麼叫亮代的範圍 什麼叫亮代的範圍 有暗線是不是有所謂亮代 所以來就是暗線跟暗線之間的距離 來是不是就是亮代寬度 所以來回答我來這裡面 每一個亮代寬度一樣還是不一樣 一樣 而且來就是多少個Delta Y 來這圖裡面來這些亮代寬度就是幾個Delta Y 所以我為什麼要把第一根治療的暗牌叫做Delta Y 因為它有它的意義 所以這邊 來 這邊 第三個 來兩相林亮代中線的距離 或者就叫做亮代寬度 就是各式各樣的問法亮代寬度 來通通都叫Delta Y 或者叫做相林暗魂的距離 來通通都叫Delta Y 好 這個Delta Y就是每個亮代寬度 那基本上來大家通通都一樣 好 所以這第一分治療Lamda 請同學回憶一下 來這個推導到這個過程 來他需要什麼條件 我一直在強調這個 來同學告訴我 來需要什麼條件 第一個一定要先L 遠大於大於低 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而這個條件基本上不會出問題 200年前一樣 現在還是一樣 為什麼這個不會出問題 我跟你講 因為L大半一般來講 是幾十公分到公尺 那低的話 我們剛剛傳給你們看 是不是就是0.25毫米 低 根據科技的變化 只有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像老師等一下會給你看 這種東西叫光炸 那這個光炸是什麼 它就是多瑕縫 它是密密麻麻的瑕縫 我告訴你 這裡面1公分有5000條 1公分5000條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算它低是多少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等一下我會用這個來示範 因為這樣看線量比較明顯 你們用你們現在剛剛在喘的話 那個也可以看得到條文 但是會變成比較密 它可以看 那那個是要拿來做實驗之後 真正去量 但是如果純粹觀察的話 我們用這個觀察 我等一下再做給大家看 好 所以一般來講 L一定要遠大於低 來對不起 還要一個條件 是哪一個條件 我剛剛講這個條件基本上沒有問題 因為低一般兩者是不是就越做越小 所以絕對沒問題 另外一個條件是什麼 好 另外一個 低遠大於大於Lambda 好 低遠大於大於Lambda 來這個 隨著科技的進步 它可能就會出問題 因為我剛剛講過 低越做越怎樣 越小 那 它就有機會越來越靠近 是不是Lambda 所以這個 當你如果 如果在早先的陽式的實驗的話 是沒問題 但是像老師做這個時候 老師用這個光照來做 就會出一些問題 就是你的數學的理論值 沒有這麼的正確 好 沒關係我們後面還會再跟你討論到 所以這個是這樣 那這裡面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來Delta Y 跟L乘正比 這個沒問題 越遠的 當然Delta Y 是不是就分得越開 好 再來Delta Y 跟低層反比 這也沒問題 低 如果越小 靠得越近 它就會分得越開 好 再來 最常要討論的是 跟Lambda 是乘正比 所以請問 紅光跟藍光 哪一個Delta Y 來 紅光跟藍光哪一個大 是不是紅光 嗯 所以來 這邊的話是紅光會比較大 而且是更大的成比例 好 那我們剛剛 來剛剛在隔壁班剛好有做一下 我們就做給大家看一下 老師這邊有 我這邊剛好有一個是綠色 這是紅色 然後這個是紅色 那個 燈幫我關一下 這個可以關一下 螢幕燈對嗎 關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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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如果這個綠色很強 大家 這個 我想前面有一個綠色 不要回頭 我把它看一下 那你說這為什麼是這樣子 這個 因為這個光照 它不去只有強縫牌 它是格子狀 它格子狀 所以它就會變成 來這樣 是左右也有上下也有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個反光要小心 好 再來老師現在要用紅光 來這樣 哇 紅光 有人是不是看不太到 第一亮門 第一亮門 我再靠近一點 來看 好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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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幫我把上面拉一下 來 然後 你上去把我 把它標出來這樣 用根筆把它標出來 如果我等一下要實際 來 你往黑板看就好了 來 你現在先標 來就請 你把中央爛文 中央的標位置 好 等一下 我再確定 沒有沒有 掉一個就可以了 再來 我們現在看紅色的 紅色 中央我會調到一樣 你知道要量 等一下 位置不正確 我會調到 來 準一點 各位 你可不可以 準一點 因為我老師要量 老師要量距離 你畫一個圈圈 我要量到哪裡 沒有 沒有 那邊沒關係 那邊沒關係 我會去對準他 最近後面有沒有看到紅色的 看不太到 看不到就到前面來看一下 來看紅色 來請問一下 你看到紅色有沒有明顯比那個綠色的距離大 來 來看看 再看一次 來 來綠色是這樣子 綠色是這樣子 來看不到紅色的 現在看一下 來看一下 來這是紅色的 剛剛在隔壁搬進來 有沒有看到 來 他量的距離 是不是應該差不多 有沒有差不多 好像要再靠近一點 先是不是 好 沒關係 來 你們有看到嗎 紅色的 所以來 剛剛已經講過 來紅色雕達娃 會比較怎樣 來增長它一下 剛剛在隔壁搬進來 來 有人借了一把尺 來 剛剛這個是紅色的中央亮紋的位置 這是紅色的 中央亮紋在這邊 紅色的 他紅色的第一亮紋在這邊 我們來量一下紅色 然後我們來請同學 有兩個同學幫我讀一下 來 來 眼睛好嗎 看一下它的波長 看一下它的波長 來 我們量一下 他這把紋得很特別 好 來 這邊是 37.5公分左右 來 紅色的 來 紅色的 這是37.5公分 綠色的 綠色大概在29.9公分 29.9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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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曆 好 來 記起來 37.5公分 29.5公分 我們來算一下 因為我要用計算機 算一下 算一下 這幫我把它拉下來 來 請問你們讀出來沒有 波長 哈囉 來 650到670 好來 紅光的波長 有人說650來到多少 670 來請問一下綠光波長是多少 522到542 522到542 好 奈米嘛 是不是 好那我們就取中間好了 好中間的話如果是600多少 來怎樣 沒關係 來我們就取中間 660跟什麼 500什麼 32 來看看一下 來 我現在先算波長比 660 除以多少 532 來波長比多少 1.24 所以來這兩個波長比 來是1.24 來我們剛剛 那 delta y 紅光是多少 你們記得嗎 37.5 來 那個綠光的 20幾 29 然後呢 1.5 好我們上上看 來 37.5 37.5 再除以 20 對不起 29 有人算出來了嗎 來大概多少 1.27 是不是 那不過我 我想應該是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剛剛做得非常非常粗糙 我只是在跟你講 來很明確的說 我的波長變大了 來我們的 delta y 是不是變大 好 這是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想我現在 既然在示範 我順便給你看一下 在這邊 燈再關一下好了 美濃姐看這邊 我現在要示範另外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是我要把霞鳳轉 那霞鳳怎麼轉 先看這裡 等一下霞鳳 我們現在這樣照的時候 然後是 大家可以看到 來雷射光跟我的霞鳳 是不是就是垂直 等一下 我要把這個沒關係 這個很亮 好我等一下要把這個霞鳳轉 來東西喔 轉不是這樣轉 如果是這種轉法 無論怎麼轉來 霞鳳跟這個還是垂直 來我要轉鎖 我把推出去這樣 就變得有點簡潔的 他說來看得出來嗎 來我是要這樣推出去 好所以你同學給你看 來這樣 欸這是紅色的 喔這是另外一把 喔這是另外一把 喔還有另外一把 喔對對對 這都是另外一個老師借我禮物 那這太好了 來我們再看一下 很明確嗎 紅色是 綠色是這樣 來 有沒有紅色是這樣子 很喘對不對 好 所以來現在請大家看喔 你們先猜好了 如果大家轉一個角度來 怎麼樣你就會變大變小 變大變小還是不變 我如果大家寫寫的照射牌 你們沒有雕頭彎會變大變小還是不變 好來不要回頭看前面 這樣好對不對 好來注意喔我要轉喔 哈囉來怎樣 記起來齁 然後我們後面還會再跟你討論 然後再來像這個平常 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這樣這些現象 最簡單的來燈先打開一下 有些人說喔老師 我又沒有那些什麼光大片 我也沒有什麼霞凳片 來現在誰有手機 幫我打開手鍵齁 應該沒有關係 好平常你們就可以看得到 來我剛剛跟大家講了 這個Delta Y跟波長有關 所以如果我用白光做來請問一下 會變成怎樣子的小瑋 是不是會變成彩色 好你平常有沒有看過像這樣子 好把你的眼睛眯起來看一下 看到沒有 哈囉有沒有請 把你的眼睛眯起來看一下 來請問一下有沒有看到彩色 沒有 有 你一起來看不到彩色 蛤 來看來 可以看到 哈囉 來有沒有看到 就平常就可以看得到 好那還有沒有 有 白笑這個東西的話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看到你有沒有辦法找到 有些同學會找魔法 有斷帶還是有蕾絲的 有說內衣才有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一下 好 其實這個都是每次參加這種 我 婚禮節 喔婚禮節 喔婚禮節 不好意思我沒想到就參加髒禮節 哈哈 那個 其實他就是沙蕾 沙 他就是這種格子 來大家看一下燈關掉 我們給你們看看 那我們看這邊好了 來大家看看 你看 非常的漂亮 他其實有沒有 他也是一條一條 好 那而且這個東西 你還可以去玩一下 譬如說我現在 我剛剛用一層 那如果我用兩層 那你說我看這個 那我把兩層稍微挫拍一下 你看 沒有 我兩層挫拍 真的有變化 各式各樣的形狀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霞鳳的形狀 你可以是真意的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 有 家裡通通都有 我剛剛講 你看 你的眼睛也可以拿來當霞鳳來看 好 還有什麼可以看 這個照片呢 是 等一下 我找一下我的筆 這張照片是你們的學姐 所以以後啊 你如果出去外面 突然有看到什麼極額光學 什麼跟物理相關的照片 都要記得 物理老師 好 你看他吃飯的時候 看到這張照片 怎樣 要等一下他 那個 我剛剛講過 哪邊有 像那個紗窗 紗窗 除了我們這種說話 有的是不是裡面有那種紗的 對不對 好 就這邊 你們的學姐 你看吃飯多認真 看到這個 就想到物理老師 趕快拍起來給我 你看到嗎 這個條紋 有沒有 亮愛亮愛的條紋 這就是紗窗 這是紗窗嘛 那外面有燈窗 來這邊就是亮愛亮愛的條紋 哈囉 有沒有看到 所以摘色就是也是干涉到色的現象 好 所以這個也是紗窗 啊 這是紗 紗 怎麼這樣 就是窗簾的紗 紗的那部分 還有 還有什麼呢 還有紗窗 紗窗你會不會覺得說縫太大 紗窗縫 等一下 比起我們這種來講 窗簾的那麼縫會不會太大 那為什麼可以看得到 好我給大家看 這是從我家的客廳 照樓下的路燈 我家在五樓 那樓下不是正樓下 還是樓下遠方接近100公尺的地方 就是高度差五樓 遠度大概有100公尺 好來 這個是完全沒有 沒有裝置 就是遠方的兩盞路燈 就是從我家客廳拍遠方的兩盞路燈 好 那如果透過紗窗拍會看到什麼樣子呢 來透過紗窗拍就是這樣子 哈囉 來就是這樣子 亮暗亮暗有沒有 那如果紗窗也是一樣 它也不用 可是狀態會變得有像這樣 形狀 好來 弄一個更明顯的給你看 來這個 來這是五盞 大家可以看一下五個位置 這五個位置 來記一下 好來 那樣子是這樣 好 那如果今天變成 加上紗窗之後就會變這樣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白色的比較明顯 這個可能是LED白色 所以有沒有 來這個有彩色條紋 好 然後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 我跟你講我透過紗窗 所以我現在再拍紗窗 紗窗給你看 來這是紗窗 來剛剛那五個點就在這邊 我就講我現在紗窗很髒 那你知道我怎麼拍的嗎 什麼時候可以拍出來像這樣 那你說透過紗窗拍 什麼時候可以拍出像這樣 然後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把紗窗打開直接拍的 知道怎麼做嗎 焦 所以你不可以用自動對焦 你要去調焦 這個的焦就是調在紗窗上 紗窗比較近嘛 對不對 那遠方的燈就不清楚了 所以那個繞色的現象就不明顯 所以你只看到五個光點 然後再來 你的焦如果調在遠方的路燈 調在遠方的路燈 那前面的紗窗變太近了 所以就會變不清楚 就看不見了 所以就會變成是看到像這樣 所以其實 這種東西是隨時隨地都在 你平常在外面 你沒有任何的裝置 你一樣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直接眼睛瞇著看 其實路燈車燈什麼都會變彩色 都會變彩色 好 來燈打開了 來這邊燈打開 好 所以我先跟大家來討論下面這邊 好 來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們既然已經講了 做出來了 然後就做給大家看看 好 所以來 在實驗裡面就會得到像這樣 我們真的在做實驗的時候 像他這個圖 我們不會直接量一個delta y 因為量一個delta y 會有誤差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就量這樣 來就行 來就量 可能就是多量幾個 譬如說你就從這邊 這個取一個暗紋 這邊取一個暗紋 然後多量幾個 然後看你取了幾個 然後去除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好 比較好delta y 那剛剛跟大家講 跟大家講 如果 來如果用白光 來如果是白光 會怎樣 不是白光 白光 來如果是白光會怎樣 白光 好 我們現在就假設 白光裡面有紅藍綠三個就好了 來請問一下 紅色的亮帶會最怎樣 最寬還是最宅 來 來加油一下 紅色的會最寬 所以來看一下 如果紅色的中央亮帶就這麼寬 來這是紅色的 來那這是中央線的位置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他第一亮帶 再來是他第二亮帶 來是這樣子 好 再來 綠色的會窄一些些 所以來綠色的 剛剛拆了 來之後再來是像這樣子 我第二亮帶 第一亮帶先不要畫 好再來 藍色的更窄 來 光這個圖 然後後面不要再畫下去了 來你就已經可以看到 來正中央的地方 紅藍綠都是亮帶 所以來同樣會看到什麼色 白色 然後你會先碰到藍色的暗帶 可是藍色的暗帶的地方 來他是綠還是綠色紅色 是不是亮的 所以來那邊就會是紅綠的會 那我覺得大家不要去管那什麼銀色 因為我們家的光源 有時候 他雖然是白光 但他真正是 哪些光帶混合的話比較複雜 反色我們知道 他會有白色 然後再過來的話 就是因為每個亮帶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是藍色 所以這就是用白光做的時候 來會看到 來彩色的乾色條紋 彩色的乾色條紋是漂亮 但沒有辦法研究 因為你就沒有辦法定量去研究 因為就變得都混在一起 就都混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這邊先 先休息一下好了